巴西在动荡局势下迎来奥运会 遭停职查办的巴西总统罗塞夫 以及前总统卢拉已经表明 不会出席开幕礼 改邮带总统特梅尔负责迎宾 形势一片乱糟糟 里约日内卢星期天再次出现两派阵营 召集和平集会 当中有成千上万的语言抗议 要求停职接受调查的总统罗塞夫 立即下台还政与民 那另一边乡 罗塞夫的支持者则力挺铁腕领袖 认为民众应该向政府施压 让罗塞夫重掌政权 解决当前的乱局 反对和支持罗塞夫政权的民众聚集在街头 举办和平游行活动 反对派示威者高举罗塞夫和前总统卢拉的照片 声声谴责两人贪污腐败毁了巴西 而支持阵营则表明会在奥运会开幕当天 再次集会力挺罗塞夫重返总统府 巴西众议院和参议院今年4月至5月 先后通过弹劾案 迫使罗塞夫暂时离职查办之后 参议院将在8月底最终表决弹劾案 换句话说 罗塞夫可能在里约奥运会闭幕之后 遭正式罢处 巴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合赏们